沒有,很快又開始放連假 對呀,二二八連假快到了 嗨,大家好 好安 大家晚安 晚安 是不是再過幾天 啊,禮拜四就放假了齁 對啊 禮拜四就放連假了耶 我們今天直播節目又開始了 我們今天要在大家面前表演吃肉桂捲 今天我們現場有準備肉桂捲 這個是那個 Congrats Congrats Cafe 店家賣的肉桂捲 待會我們來幫大家試吃看看 嗨,大家 我回來了 對,你看有人喜歡吃那個戚風蛋糕啊 司康 檸檬塔 檸檬塔 皮拉米蘇當然也是很經典 很經典 肉桂捲 然後現在現場弥漫著肉桂捲的香味 我下去 欸,他還沒吃晚餐 前陣子不是很流星布丁嗎 喔,對 布雷 對不對,流星布雷 一陣子很夯 對 我在面前 那個配色 檸檬笨蛋糕 檸檬笨蛋糕 檸檬粉蛋糕 不要鬧好不好 OK 乳酪蛋糕 還有什麼 乳酪蛋糕 碰片呢 碰片 碰片就台南吃得到 一般人哪會在那個 哪會在咖啡館裡面放碰片 所以可以開創各種不同的點心 傳統點心喔 我吃過傳統點心比較好吃的是 九成糕 馬撈 馬撈 你說馬撈嗎 對啊 你台語有這麼差嗎 馬撈就是中文啊 什麼台語 沒有人會講馬撈啊 真的嗎 馬撈 馬撈是中文啊 馬撈這樣聽得懂 但是馬撈沒有人聽得懂 馬撈有點像客家話 對 抹茶生乳酪 好吃 生乳捲 真的不錯喔 生乳酪也蠻好吃的 香蕉蛋糕 香蕉也不錯 都很好吃 有點餓了 很好 還是要配什麼咖啡 當然啦 當然啦 還是 蛋糕也是一個店家的那個 的那個 巧思 OK 千層 最近千層也是蠻紅 荷包蛋火腿是怎樣 誰哪裡有甜 是點心嗎 不要鬧好不好 蛋火腿 適合配什麼咖啡 冰咖啡 不錯喔 還可以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 馬 不是啦 不是粵語啦 客家話啦 其實我也不確定 馬撈啦 可以點包子嗎 不行 現在包子禁言 塗包子 不能講包子 我今天還想要帶包子的 不要鬧 雖然台灣不會被禁播了 哈哈哈哈 有一些政治形態 對啊 不能講包子 不准吃包子 又來深夜傷害 當然要傷害各位啊 哈哈哈哈 超容易 馬粉齁 檸檬塔 檸檬塔我覺得好吃的很好吃 難吃的還蠻難吃 你這不是白搭嗎 沒有啊 因為有些檸檬塔 它那個很可怕 就是那個蛋白霜 味道有點新鮮的 我不喜歡 對我也不喜歡 我很害怕那個味道 對如果那個不好吃的話 有點可怕 所以我覺得那個生雞蛋的品質 一定要很好 不然的話那個味道很可愛 不然那種不然 我覺得好吃的很難找喔 死甜的好多喔 嗯 下次開一個 麻煩你可以開 麻煩你開一個布朗尼 好吃布朗尼的嗎 我可以真的去認真吃一個 可以啊 因為我最近就比較愛肉桂捲 所以就開一個肉桂捲 苦甜布朗尼 莓果類蛋糕 可麗露 可麗露是我最愛 可麗露也是經典 超級 深巧克力口感的布朗尼 聽起來很誘人 蠻複雜的喔 OK 巧克力跟單品咖啡也是很大的 真的是不錯 苦甜那個 苦甜 對 那種風味真的是蠻不錯的 OK 好 酷 好 不要傷害人了好嗎 有人講馬德蓮 差點忘記馬德蓮了 他說有人被學長直播吃 滿出可麗露之後直奔永活 那我等一下要表演吃那個耶 吃Congress的 今天要表演秒吞 露桂捲 秒吞 直接生吞露桂捲 有人生氣了 馬德蓮 好的馬德蓮是蠻厲害的耶 那是馬德蓮很考功力 好啦OK 我們先充足一次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看到大型的壺 這種大型的壺 你要怎麼樣使用 是最符合的 因為這種大型的壺呢 實際上你一隻手操作 會真的比較辛苦 而且你穩定度也不見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大型壺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使用兩手持壺的方式 那我也很鼓勵大家用兩手持壺的方式 其實對你的穩定度是增加非常的多 尤其是女孩子齁 有點重這樣 其實還好 兩隻手持壺的話 你會覺得完全不會很重 但是一隻手 這種壺真的很適合兩手持壺 那我會跟大家講我的兩手持壺技巧 OK 那我們先來衝組第一輪好不好 我們今天兩手持壺推薦的方法呢 是 推粉法加繞圈圈 推粉法加繞圈圈 哪一家的肉桂捲 Congress 今天吃的是Congress 今天吃的是Congress 待會還會介紹很多 OK 如果你沒有大壺的話 我蠻推薦你可以買一把的 如果都是小口徑的壺 或中口徑的壺 你可以試試看 大口徑的壺 給你的沖煮起來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特徵 因為其實實際上大口徑的壺 因為它給水流亂度比較好 所以呢你容易沖出比較多的油脂感 然後你喝起來的飽滿度會比較好 會比跟細口徑的壺比較起來 你會發覺說真的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我其實蠻鼓勵大家就是 小口徑中口徑大口徑的各一把 其實對於你的沖煮來說是很多變化性的 是蠻好的 那這把是我最近覺得CP值蠻高 而且人人都應該有一把白色的壺 而且我覺得它最辛苦的是可以放在那個IHU上面 對它可以直接加熱 可以放在上面直接加熱 可以直接加熱是蠻方便的 OK 好我們先來沖煮好不好 邊沖煮邊跟大家聊一下 好 OK我們先來沖煮 我們今天沖Compress的豆好了 好 我們今天先沖這隻 Compress的配方豆叫做 百般鳳蝶 它裡面有加一點Gaisha 加30%的Gaisha 跟其他的 跟其他的混 混的一種綜合豆 它就是Gaisha 因為如果全部Gaisha太貴 它加30%的Gaisha 我們來喝喝看 OK 比較日式烘焙的 但是 焙度比較深一點 但是也有它的韻味 我們來喝喝看 今天是Compress系 因為我剛剛去Compress 它的名字好美喔 百般鳳蝶 就台灣的一種蝴蝶 一種原生種的蝴蝶 所以其實它取得還是蠻棒的 有些蝴蝶在飛的畫面 OK 好我們先來沖20克的豆 還有 達克瓦茲其實蠻特別的 達克瓦茲 我很喜歡達克瓦茲 你的餡 對 它那個口感 我真的蠻喜歡的達克瓦茲 所以也介於這樣有點餅乾 嗯 但是那餅乾 它是屬於有口感 口感特殊的餅乾 有點蛋白 有點蛋白餅的感覺 對 今天是這個 巴拿馬加伊索比亞 混合的豆子 OK Compress是在那個 杏益 杏益安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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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生乳酪沒吃過耶 肉粿 葡萄生乳酪有吃過嗎 嗯 沒有吃過 沒有吃過葡萄生乳酪 我本來想說 肉粿捲比較冷門一點 這還蠻喜歡的吧 打到瓦茲超讚 好不好 柚子乳酪 哇這個有點厲害 聽起來蠻香的喔 OK好 我們準備開始了 我們今天先用V60 先跟大家教大家的比較 推粉法 推粉 推粉加繞圈圈的方式 OK 我們示範一次 OK好 然後呢 順便跟大家聊一下 那種對於大弧形的弧呢 你該怎麼吃弧呢 我非常建議各位呢 拿一條蘑菇 然後呢吃弧的時候呢 放在你的下面 然後你的手呢 大概這樣 兩隻手指頭 扶著你的弧嘴 這樣子 扶著 這樣子控制的時候呢 這邊控制 這樣子控制 這隻手 控制繞圈圈 這隻手 控制角度 這樣子你繞起來很輕鬆 你固定角度好以後呢 你固定好角度 水就一樣大了 就繞圈圈的方式 這隻手繞圈 這樣子你的穩定度很高 而且你的給水的 穩定度大小都很穩定 所以我蠻適合 如果各位平常穩定度比較差的人使用 OK好 好 雙手吃乎 好 這樣子 然後把你的手放在這個位置上 然後這隻手 負責呢 晃動的部分是你的 你的繞圈圈 然後呢 這隻手負責 你的給水角度 好 我們開始做一次 好 好 OK 所以剛才不用緊張 這隻手控好 往前推 開始出水的時候呢 左手 緩緩的 用左手 控制你的給水 可以看到給水非常的 穩定 好 然後柔軟度 因為是大弧的關係 所以它柔軟度很好 所以你會發現你在做悶蒸的時候 非常的好做 而且不會有那種水 不會穿過你的粉塵的問題 所以是非常好做的 好 然後休息一下 兩隻手真的是很輕鬆啦 以大弧來說 真的蠻建議大家用兩隻手的 然後而且它的穩定度 跟它的口感上面會有 因為它比較有柔軟度 所以你的粉塵呢 會吃 會比較能夠吃水 那讓你的空氣可以排出來 所以口感上面的優質感會蠻好的 OK好 第二段 我們剛開始中間給水 右手推 右手往前推 然後把泡泡撈出來以後 你可以小小的給 然後把泡泡往外繞 可以看到我的給水很柔軟很舒服 好 一路往外繞 慢慢繞就好了 不用緊張 它是大弧 大弧形的好處就是 它每次給水都很大 所以你不用給的太快 慢慢繞就好了 慢慢繞 很舒服 很輕鬆 然後快流完的時候呢 好 中間點小小的給水 往外繞 OK 就差不多這麼大 然後 左手浮著它 讓它繞 可以看到 那個泡泡的浮起來的那個顏色 就是你的每一次給水呢 都可以把你粉塵裡面的空氣擠出來 這是它的好處 它也可以藉由這個方式呢 你的水可以吃到你的粉塵裡面 OK 這個方法很簡單 那也非常適合大弧形 然後可以看到我的粉塵的吃水狀況 基本上都是白色的泡泡很多 大量的浮出來 然後粉塵也很漂亮 這就是大弧形的優點跟好處 OK 好 滿簡單的齁 待會我們請Elsa幫我們示範 好 OK 就這樣齁 我們待會還會示範更多細節 OK 還會跟大家講雙手似乎點滴法 嗯 那待會 均勻型軟柱水你看 是不是 搞手就看得出來我在幹嘛 均勻型軟柱水 OK 綠杯是01 01、02都可以啦 嗯 虎咖啡虎老闆啊 還說我算 這個人是老型男 哈哈哈哈 你為什麼要加一個老 沒有啦 現在你知道大叔型男多紅啊 你知道嗎 大叔跟 大叔型男 你知道嗎 大叔就是有他的妹 雖然大叔型男超紅的 對不對 這個剛去巴西回來的 誰 他回來了嗎 扣子扣得起來嗎 沒禮貌 哈哈哈哈 不知道齁 應該回來了吧 應該沒辦法 OK齁 所以如果那個剛剛我們說的 大弧形的特色真的是很不錯 他的給水柔軟度 真的如果你沒有玩過大弧形的話 你會覺得有一點 你看 你被我嘲笑 哈哈哈哈 對 如果你沒有玩過大弧形的話 可以思考一下 然後等一下Elsa會示範一次 因為她第一次衝 OK 第一次用大弧 給大家看一下女孩子 用大弧的時候的 的使用度啦 你可以 可以 可以試一下 OK 喝咖啡配海鹽奶油捲 海鹽奶油捲 也不錯啊 每天早上吃這個也太爽了吧 肉桂捲主題 我可以吃咧 對 她應該很餓 我待會兒講弧的時候 她就可以吃了 為什麼我今天突然想要講 肉桂捲 因為大家不曉得沒有發現 觀察到最近 嗯 就是掀起了一股 肉桂捲的 麵包跟熱潮 就是大家 開烘焙坊就會 也不忘記把 好舒服喔 就是也不忘記把 那個好喝的咖啡放進來 或是你有咖啡館 那它就會有搭配一些 好吃的烘焙的小點心 那量不多 但是很用心 烘烤出來的麵包類的 可以讓你選擇搭配的這樣的點 可以插個話嗎 有人肉桂捲跟我一樣 一定要從邊 一圈一圈吃完的嗎 我沒有 我會一口咬 蛤 我一定要從一圈一圈吃完耶 一圈一圈 你就像 所以你漢堡會分開吃 當然不會啊 漢堡的結構跟它不一樣 就是要一圈一圈吃 才有它的樂趣 樂趣是 就是一圈一圈吃 你懂嗎 對不起 好 我不管 如果有人跟我 肉桂捲是一樣 一圈一圈吃的 請回憶一下 有人會一圈一圈吃嗎 對不起 我就是要表演一圈一圈吃 OK 繼續 對 像是那個 最近麵包店 Moon Baking 很有麵 對 還有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麵包店 什麼Reed 在內湖那一間 所以呢 於是我就 有人說千層它一圈一圈吃 千層 那當然不叫千層好不好 千層有點太誇張了吧 你看一圈一圈吃加一 當然飲食上都有一些個人的喜好 我也是不便說什麼 因為 我漢堡會分開一圈一圈吃 蛤啊 你怪咖 所以大家都不一樣 好 於是我就想說 好吃的肉桂捲 因為前幾天我去摩子 摩子它最近搬到故宮下面 故宮那邊附近 吃了他們家的肉桂捲 覺得哇 也好好吃喔 所以我就想要整理一下 有賣好吃肉桂捲的咖啡館店家 想要推薦給大家 大家也可以同步分享一下 這樣子 好 第一間就是那個秋山咖啡屋 糟糕有點 配咖啡有點爽 是不是很棒 有點過癮 嗯 繼續說 秋山咖啡 漢堡分開吃加一耶 可是你知道我為什麼會分開吃嗎 為什麼 因為你咬不了 對 而且 就會油膩膩 比較好想把它分開吃 就是來如此 好繼續 第一間是秋山咖啡屋 秋山咖啡屋在 你有沒有去過 有當然去過 那你有吃它的肉桂捲嗎 當然沒有 它的肉桂捲是 我每次都沒有碰到過 真的喔 因為它有點限量 說實在 它是老麵肉桂捲 老麵肉桂 對 老麵肉桂捲 然後它的肉桂是 怎麼講 它的麵包體是會呼吸的 因為它是用老麵 它有點像 有點像饅頭的口感 跟麵包的口感 比較嫩一點 對 有彈性的那種 肉桂是比較不甜膩的那一種 在講肉桂捲之前 要先跟大家分享 肉桂捲的由來 喔好 嗯 準備很久 對 準備很久 是從從瑞典開始 瑞典開始 吃肉桂捲的 然後他們甚至瘋狂到 每年的10月4號 有一個全國的肉桂捲日 瑞典 對 瑞典人 瘋瘋的 對 你在10月4號那天 全國都要一起吃肉桂捲 不然會被處罰 你不覺得 關三天 不覺得很high嗎 我覺得很high啊 對 好 所以是從北歐那邊 這台灣是不是應該做個滷肉飯日 我覺得很讚啊 對啊 人家都有土包子結了 為什麼 又要講這個 我也是看戲 我覺得 應該也可以做一個什麼 全台灣滷肉飯日 應該有 還是有人做過 因為 居然有牛肉麵節 但是 全肉麵節也沒有全台灣吃牛肉麵了 也對 呼籲一下吧 就是從北歐那邊開始流行 然後一直傳到美國 可能大家 吃到肉桂捲 可能很多人都從紐約 或是美國開始接觸到這樣子 那他們口味上會有點不同 北歐就比較沒有這麼的甜膩 那美國可能會加一些葡萄乾啊 加一些其他的糖之類的 所以不太一樣 好 講回來 所以第一間是秋山咖啡屋 秋山 好店 他的咖啡也很棒 咖啡好喝 又很安靜 對又很安靜 而且狗超可愛 超可愛 狗超大隻 而且我覺得 那如果你點肉桂捲 應該配什麼咖啡 肉桂捲喔 肉桂捲 全部咖啡都很適合 配什麼時候 我覺得今天我們選的豆子 也蠻適合的 因為現在它的賠度 不是非常淺 還可以 是真的還蠻適合 蠻加分的 我覺得比較 對比較適合有一些 焦糖感 焦糖和果 和果調性的 確實蠻適合的 如果你用太花香的 有點壓不住 對 比較適合吃輕一點的棒蛋糕 對 我覺得還是蠻適合的 會擋到你嗎 還好這樣可以這樣可以 好 好 好 第二間是摩子 就是摩子前一陣子 我才去的 他在故宮那邊 故宮 他環境也是蠻清幽的 然後主要他除了肉桂捲好吃之外 他還有像烏龍茶麵包 然後還有 還有什麼 什麼奶油捲啊 都是一些手作的麵包 摩子 在故宮 在故宮下 然後他就是咖啡館 這個嗎 好要配咖啡 好要配咖啡 所以他也是一個很棒的咖啡館 摩子 摩子 摩子還沒去過 摩子可以去喔 然後第三家就是浦家 浦家的肉桂捲也很好吃 那他主要就是用酸種麵包 之前有在 在什麼新生 新生什麼橋下 我忘記他詳細的位置 樸實的樸 然後家庭的家 樸家 之前我跟大家介紹過 他的特色就是用那個酸種麵包 酸麵包 所以他的口感也是很特別 然後第三家就是某春 某春在新竹 某春它是麵包烘培法為主 然後也有可以喝到咖啡跟茶 對 有人說摩子 摩子也有出湯 對 反正蠻推薦大家去摩子喝咖啡 然後吃一些餐點 好 想要拿 第四家 然後 接下來幾家就是大家互相分享的 還有像演咖啡 演咖啡最近也是 可以在IG上看到 你有去了嗎 還沒 演咖啡 他在 最近名店 你叫什麼 你叫什麼 市政府 101 信義區附近 然後小小的 然後他 肉桂捲也是老闆娘自己手工製作的 這樣子 也不錯 有人推薦 演咖啡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 小珍珠烘培坊 小珍珠 小珍珠烘培坊 像老店人在永康街那邊 那邊也可以買到好吃的肉桂捲 然後 最後一家來推薦 推薦哪一間好呢 有一家是在西門 就是在中正 那個火車站附近 叫做 Huritage Bakery Cafe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好長啊 很長 他比較 美式的肉桂捲 上面的糖感 甜感會比較重一點 那我覺得配 像配 早上配一大杯美式咖啡也很棒 我覺得Yosa快講不了了 因為我一直在吃肉桂捲 一直不理他 一直沒有跟他搭話 他就 他就一直在旁邊聽到咀嚼 回家在新生北 靠近冰江市場 就在那個 回家吃 回家吃 回家吃也是好店 超級好吃的 相機街 有人說 那你剛才說那間相機街 北車相機街 北車 對對 Huritage 烏魯魯魯 有人說烏魯魯魯肉桂捲 烏魯魯魯也有肉桂捲啊 我當然一圓一圓吃 我要跟你開玩笑 好再介紹一家好了 還有一間就是 Java Burr Java Burr Java Burr 今天看櫃子的 今天吃的這一個 好吃嗎 好吃嗎 當然好吃啊 廢話 沒看我吃得這麼頭露 你講完啦 你講完啦 你講完才能吃啊 講完啦 OK 1234567 期間 期間齁 OK 明天Yelsa有空再幫大家整理一下 OK 嗯 OK OK 大家應該跟講真的你先吃 然後吃了配一下咖啡 真的覺得 肉桂捲配咖啡 其實我以前沒有這麼愛它 很適合 今天配這個真的是好吃的 嗯 今天我們大家一直看我們吃的桂捲 嗯 配咖啡還是不錯的 對他真的配咖啡真的很棒 真的很好耶 嗯 而且你就配咖啡以後 就喝得出Gash'的味道 喔真的嗎 幾盒啊 今天真的沒喝酒 已經抓到了 今天Elsa沒有喝酒 在講的時候大家有沒有在想 還可以點什麼 可以下單肉桂捲嗎 嗯 好我們努力看看好不好 欸講真的如果 讓大家團購那個甜點 大家覺得好不好啊 甜點 譬如說我們開一個團啊 團購什麼 你最喜歡的甜點 萊姆餅乾啊 或是肉桂捲啊 或是什麼 那是低溫宅配 但我覺得沒有不行啦 大家如果覺得很棒的話 因為我們去吃到一些甜點 是有點厲害的 對不對 有些甜點真的吃到你 有時候真的要是 好吃到吃手熟 重乳酪蛋糕 還不錯喔 肉桂捲哪裡買啊 這家就是Congress 你們看你們看 你看到核桃嗎 過來一點過來一點 超大顆的好不好 嗯 嗯 懷念過年之前那瓶酒 過年之前我們車哪一個 琴酒嗎 6喔 6 應該是吧 隨便 好啦 有機會再給大家那個 團購甜點 團購酒 團購酒會變那個欸 不行團購酒啦 那不行嗎 嗯 可能你要證明你是18歲 喔 不然的話網路上不能亂賣 醃酒 嗯 你可以賣 但是要有一個 有一個驗證機制 是可以賣的 OK 好好吃喔 好不錯喔 可是我跟妳講 模子 它好吃的在哪 它好吃是它裡面 一層一層捲裡面 就是塞滿的那個肉桂糖霜 然後你在咬的時候 還咬到那個糖的顆粒 咖哩咖哩 對咖哩咖哩 對咖哩咖哩 我很愛那種口感 然後你在配咖啡 喔 就是喔 要命是不是 這個今天的肉桂捲不錯啦 嗯 還蠻好吃的 可惜我們今天沒有烤熱 對 它再熱一點會更好吃 我很喜歡吃熱熱的肉桂捲 OK 很肉桂 糖漿的肉桂捲 喔 Fly Kitchen 也有人推薦 也不錯 MISV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去咖啡館買的 是Congress的 MISV也有人推薦給我耶 是齁 嗯 好好吃的樣子 喜歡肉桂捲 好吃好吃 因為我們真的覺得很好吃 很爽 肉桂捲糖霜 這是亮點的 嗯 好啦OK 肉桂捲的話題 大家繼續討論齁 我跟大家聊一下 那個大型狐肉 餓了啦 OK 今天重點怎麼會是呢 我們開始講那個啦 我們現在直播吃泡麵好不好 泡麵 你要吃什麼泡麵 就是任何 聽說最近有一個泡麵 我很想吃 什麼泡麵 就是那個日本的叫做柚子拉麵 柚子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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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知道這是什麼嗎 最近有紅嗎 之前有蠻 之前好像 他是日本一個拉麵店 他是柚子拉麵 然後他做成泡麵以後 據說還原度很高 那因為台灣沒有柚子拉麵 他說他在日本是拉麵店 是拉麵店 是柚子拉麵 但是據說他做成那個 泡麵以後還原度很高 所以我就很想吃吃看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應該知道啦 大家應該知道 如果你們就是比較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因為這名字有點記不住日文 OK 好啦 如果有機會的話 歡迎寄給我們直播吃拉麵 一直鬧 一直鬧 泰國鹹蛋泡麵 泰國真的跟鹹蛋扯藥關係 都是一大堆 鹹蛋魚皮 吃過嗎 沒有 泰國好吃 鹹蛋 鹹蛋魚皮 魚皮炸的脆脆 上面鍋一層鹹蛋 鹹蛋配咖啡 阿福 阿福 對沒錯 你說這家泡麵的名字 對 就是那個柚子泡麵 阿福什麼啊 忘記了 滿厲害的 OK 好啦我們來講今天的壺好不好 還是 拜託大家除了吃飯之外 學一下雙手吃壺好不好 我只會吃咧 OK 最好是 揍你喔 我們是有 教學意義的直播好不好 不能光只有吃 當然跟大家講吃也是很爽啦 OK 好 雙手吃壺的壺 給大家看 這個壺呢 大型的壺 它原則上下半部都會比較重 但是好的壺 好的大型壺 它的重心其實拿起來是比較舒服的 但是因為你如果要撐住的話呢 這種大型壺我建議大家 雖然它最多最多可以裝到1.5公升 但實際上你不用裝那麼多啦 你其實裝300 400都可以 它是 它是建議大家大概最多最多裝到800cc 所以我也建議大家 其實連800cc都不用裝 你去裝400 300它的給水的穩定度都很好 所以你不用太緊張 你反而裝少一點點的水 所以你就 你就不會太累太重 你不要神經病 這麼大的壺就裝滿 你會累死 它不需要 小型壺建議大家要裝滿 要不然它容易斷水 但是大型壺呢 我建議大家用差不多 譬如說你今天要沖300cc 你可能用400cc的水就夠了 它基本上好的大型壺 它是不會有斷水的問題的 OK 所以這個壺你要拿的時候呢 建議大家怎麼拿呢 對不對 這兩隻手指 這樣 這樣抓 一般你抓壺的話會這樣抓 橫抓對不對 橫抓這樣給 對 這樣子抓的話呢 你這隻大拇指要很用力 你要撐住你的壺身嘛 對不對 但是呢 這個壺建議大家怎麼拿呢 這樣子抓 這樣子 然後左右兩邊這樣子抓 所以你的指向是往前的 你的壺是這樣子往前拿 這樣懂嗎 這樣子拿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樣子 這個壺呢 你的前半段的壺身呢 你把它放上去的時候 你這樣子 這樣子前後 這樣子給水會很順 你一般是給水是這樣給的 近站姿要調整 你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就是你把你的壺身往內縮 然後這樣子為什麼很好 我跟大家講 因為它的邏輯變成是 你這隻手很自然的往前推 你只要往前推就好 這邊根本不用用力 嗯 你就這樣扶著都沒關係 這樣子 往前推 是可以控制它的給水角度 嗯哼 比如說OK 這個放這邊好了 好 我們假設是這樣子 好 看不到沒關係 我們看水柱就好 這樣子控制它的給水角度 OK 這樣子 然後呢 這隻手扶著 所以你的重心都會放在手上 嗯 在右手上 好 你要開始推給水 好 推推推推推 這隻手不用用力 推推推推推推推到 你覺得差不多的角度的時候 水就出來了 然後你可以前後控制給水的大小 所以右手 控制你的給水大小 可以看到嗎 我如果想要再大一點 就往前推就好了 你不用 這隻手完全不用處理 你只要往前推 往前推 就可以控制給水大小 就是小水 然後再大一點就大水 然後往前往後 往前往後 可以控制給水大小 嗯 這樣了解齁 你剛剛是說 右手控制那個出水大小 出水角度 對 右手控制角度 那你控制好角度 譬如說你這個角度 你控制好以後呢 你要繞圈圈就 左手 控制它的繞圈圈的方向 嗯 那你的右手呢 就不用動了 你就只要扶好這個角度就好了 那大弧的好處也是這樣 基本上它比較不會斷水 嗯 你就基本上你只要控制好你的左手 繞圈圈的方向就可以了 這樣理解嗎 所以這隻手呢 就往前推 控制往前推 我今天是坐著啦 所以覺得我抬肩膀 但是如果你站著的話 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OK 好 就這樣齁 這樣子給 這樣子往前 控制它的角度 然後繞圈圈 左手繞圈圈 控制它的給水的位置 這樣理解齁 這樣子其實做呢 你們就很 可以很簡單的把這種大型弧形控制好 而且不會累 因為畢竟你的 你不用依靠手腕把這個弧撐住 如果你 在衝的過程中發覺說 你的手腕很吃力 那代表說你 你沒有把重心放對 嗯 如果你這樣撐住 這樣一直給你就很累的話 一定是不對的 會你這樣夾手了 對 你這樣子會不對 你是把重力 重心 放到這邊上 所以你是會變成這種重重控 嗯 這樣子 然後你只是這邊簡單說 我如果用夾的就這樣 我一樣是可以推 看我用 這樣子我手腕一定是沒用力 然後這樣子繞 一樣是可以繞 我只是說我右手只是輔助 只是輔助它的給水的大小 這樣子做呢 你用這種弧形呢 跟他講會非常的輕鬆 嗯 因為精準度也蠻高的 所以我蠻鼓勵大家就是 如果你家裡把弧 它是比較大型的弧 你無法控制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這樣的手法 去協助你做比較精準的控制 嗯 然後大家也不要太筋 我跟大家講 當然一隻手可以吃弧 可以給水也沒有問題啊 如果你一隻手給就是不準 你其實沒有必要硬筋 嗯 因為你硬筋很累 而且 手就是穩定度也比較高 你比較輕鬆啊 然後當然那個 其實很多 日 這個其實是日本 哈利有出的弧 就是日本弧嘛 其實蠻多日本家庭主婦 他們就是兩手吃弧 嗯 他們這種吃弧的方式非常的多 嗯 或者是這種吃弧這樣 這種吃弧的 這種吃弧的方式也很多 但是這兩種吃弧 我跟大家講這個比較難 嗯 因為這個畢竟雖然是扶著 但是你還是要靠這隻手的力道去控制 嗯 控制 繞圈圈跟角度 嗯 所以如果是這種 這個樣的話 其實就是分工啦 兩隻手就會穩定很多啊 當然穩定度很高啊 OK 我們待會來試一下OK 好 我們現在開始 呃來做示範 我們沖另外一隻好不好 嗯 我們來沖這隻叫做 紅豬鳳蝶 也是Congress的綜合動 一樣剩20克 然後研磨度呢 原則上跟你手中差不多 跟你平常手中差不多研磨度齁 小富士或是 小飛馬可能4.5 小富士可能4 那如果是哈利有的磨豆機的話 你可以磨 27 28 到30之間 27 28 OK 好我們磨好了齁 準備開始 不敢吃太多 先準備好 OK 這隻手抓好 這隻手抓好 前後這樣子 然後呢 把弧放到下面 然後把重心放在右手 放在左手 所以還是推粉法嗎 推粉法一樣的 我待會再示範點地方給大家看 好 就這樣 然後time按下去 然後給水的時候 剛開始不要緊張 先試給水 往前推 右手往前推 看到什麼時候給水 出來了以後 再繞圈沒關係 所以 好水出來以後 好 左手控制它繞圈 可以看到我的粉塵 不會被穿邊 粉塵吃水狀況很好 OK 粉塵吃水狀況就很舒服 因為它的給水柔軟度很高 所以呢 你就不會有穿邊的問題 就不會水一直往下 往下沖 所以這種 大型的壺 柔軟度 柔軟度 柔軟的水很柔軟 所以它會特別有這種好處 OK 然後一樣 我們這時間一樣 抓30秒 沒關係 然後待會中間給水 看到泡泡再往外面繞 慢慢給就好 不要緊張 然後給到150、160都沒關係 好 然後一樣 右手往前推 推到出水 好 不要緊張 推到出水 好 看到白色泡泡 緩緩的往外面繞 好 把白色泡泡往外面 往外面 推出去 好 緩緩的就好 不用太急 因為大水 大湖 不用那麼急 好 大概150、160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看我只繞一圈而已 嗯 我就有達到我160的CC數了 所以不用太多 然後呢 第三段 整個快沒有的時候 水快流乾的時候 一樣 這時候給小一點的水柱 好 一樣右手往前推 然後呢 左手控制它 小小的往前繞 可以看到 那個我們 每繞一圈 那個中間的白色泡泡 都會出來很多 代表說它的吃水 粉的吃水狀況很好 這樣你在做油脂感 跟尾韻的部分 其實會挺好的 繞到最外圍 回中心 好 結束 蠻輕鬆的 各位看明白了 OK 好 等它流完就可以了 然後可以看得到我的水 其實它不會流得很快 因為你的粉 你的粉 你的粉是吃水狀況是很好的 所以這時候你就不會有那種淹水 也不會有一下流光的狀況 那這就是大壺形的好處 其實大家可以多比較一下 如果是細口壺的話 很有可能水已經流光了 對 或者是它 如果你給水很大 它就會淹水 一層水浮在粉面上面 這種狀況都不是很好 所以因為大型壺 然後它算是出口勁 出口勁 也不算很粗 但是它的給水 其實可大可小 但是它其實 它的整體壺形大的關係 所以它的給水柔軟度 一定會比較好 嗯嗯嗯嗯 好像比較少討論到那個給水的力道 其實給水力道很吃人的 一般不一定的 每個人不一樣 嗯 但是其實 弧形大小會影響蠻多的 尤其是大弧形 相對來說 它的給水柔軟度一定會比較好 OK 好我們請Elsa先練習一下吧 好現在嗎 對先練習一下 然後呢 它練習完以後 我們就等它充足一下 這樣子 對 好請Elsa練習一下 這樣嗎 對好 重心放在這邊 好先往前推 重心 重心放在這 對你就 你就手放鬆 放下去 對就這樣 對好輕輕推 慢慢給齁 給到出水為止 你是不是沒什麼水啊 欸 OK好 出水控小一點 往前往後 欸對 好輕輕繞一下 左手 是左手繞嗎 左手繞啊 右手不用繞啊 左手控 對阿 右手不用動啊 右手只控之前後 可是我出水會忽大忽小欸 會啊這樣算是穩定的 這樣算穩定 你只是你的水在晃 不是忽大忽小 喔 因為你往前推的時候水自然會往前 嗯 OK好你水再放大一點 好一樣繞 OK就這樣 喔 其實穩定度很高 嗯 對然後你的水也不會忽大忽小 這樣算是很正常 嗯哼哼 OK好 再放小 再放一下 因為快沒水了 好你就繞 好 沒有水了 嗯 所以它的大小就是用左手 右手往前往後 控制 去控制它的那個 然後左手就是負責 繞圈圈 繞圈圈 這樣就可以 控制完你的給水 OK 嗯哼 好那我們來再實際通煮一次 你先慢慢來齁 所以要提到裡面中間的位置 好進去 也是先那個預鏡嗎 對一樣門針 好 好我按開門 30嗎 好 對好輕輕繞齁 好給 輕輕往前推 好水出來以後再繞 沒關係 不要緊張 OK很好 好 對就繞沒關係 繞到外圍 好再回中間 欸我繞不出去 好OK就這樣 就這樣就這樣夠了 OK 45CC OK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有點緊張 好 好 那我們一樣等30秒 他的方向跟平常習慣的不太一樣 對你要有點這種感覺 對對對 有點往前 身體有點往前的感覺 所以不是左右開 是前後開 所以你這樣子就穩定 好 還有5秒 好中間 中間 中間給 然後水不要太小 好正常給 好推 往前推 輕輕推 OK 好沒關係很好 往外推 維持這樣 好 把粉白色泡泡往外推 好 再來 跟著泡泡走嗎 對跟著泡泡走 你水不用那麼小 不用太緊張 OK好 再往外 好可以 蠻好的 好推到最外面 推到最外圍 好回中心一下 繞回來 OK好 熟 156 不錯 然後等它流完 嗯 然後小水柱 然後慢慢的往歪繞 比剛剛還小嗎 都可以 你用剛剛的水柱可以 嗯 好走 走 好中心點 然後看一下那個泡泡 沒關係 可以可以 好往外繞 不要緊張 往外繞 好 其實每一下 每個下水的時候 你的粉塵都會明顯 會有吃到水 白色泡泡出來的狀況 嗯哼 好輕輕推 OK可以可以繼續 還要往外嗎 不用了都可以 其實這個狀況已經吃到水了 嗯 好 回中心往外繞也可以 沒有問題的 其實你就是一個律動 你就習慣了以後 你會覺得這個糊很好用 OK好 收 好 300 301 第一次玩有沒有有點 嗯第一次玩 對 但是其實就是 你發覺說它的重量不會很重 嗯 它其實重量就是沒有太大問題 OK 這個手法大家這樣清楚嗎 原則上就是大的弧形 你用這種手法去做的情況之下 今天的精準度也蠻高的 嗯 而且它其實特殊 它的有趣之處是 那咖啡粉的吃水的時候呢 會明顯的它會 呃 停留在 讓你的粉 水停留在粉上面的時間會增加 就是你在給水的時候 會讓它的整體萃取的油脂感 還有整體的甜度都會增加 所以是我是蠻喜歡這種 這種沖法的啦 嗯 相對於細口糊 細口糊的 的力道就會比較強 嗯 所以它喝起來的東西 會比較尖銳一點點 嗯 嗯 就看大家的喜歡的東西 那如果有兩把糊 對我來說就是 可以比較 兩個中間的差異性 我們來喝一下 這不是啊 這是你的左手啊 左手 左手的巴西齁 他今天去左手 桃園店 桃園店 各位 清爽 但是是油脂感 嗯嗯嗯 好 所以如果各位 平常充不太出油脂感的話呢 你可以思考一下為什麼啦 因為有很多 如果當你用細口徑的壺的時候容易讓 你在給的時候容易直接水就下去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原因 可是我問你 可是細口糊它出水不是理論上比較小嗎 細口糊我覺得小 但是會小 那小它不就會穿 就是 會急促 因為它小 所以它的每一個口單位 沖出來的力道就強 嗯嗯嗯嗯 所以細口徑的壺當然就是會比較急促 你說它比較 嗯 算比較 力道比較強 對力道比較強 可能或許它會直接穿 就是穿 粉 它來不及撐住它 就被它穿過去了 哦 所以你的水喝起來比較不會有質感 嗯 喝起來會比較單薄 然後會比較尖銳一點點 我個人是沒有非常喜歡用超細口糊啦 嗯 普通細口糊還可以 那我比較喜歡中口徑 然後還有中大 中出口徑 你喝起來的其實圓 圓潤度會比較好 嗯嗯 會蠻舒服的 這把好用嗎 當然好用才介紹啊 呵呵呵 我覺得蠻不錯的 CP值還蠻高的 算是大口糊裡面 大口糊裡面我很推薦的一把 然後也是白色糊 其實女生用起來其實還是不錯的 嗯 它真的是蠻日式的啦 蠻日式的風格啦 我蠻喜歡的 你說上面這是什麼木 幽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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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髮狼 髮狼質感 白色的髮狼 那髮狼的好處是什麼 好處 就是 不會刮壞 好 它在有顏色的壺裡面 髮狼 它跟烤漆不一樣 烤漆比較容易刮壞 烤漆 有顏色的壺呢 只要不是髮狼的 都比較容易刮壞 因為它是漆 那如果是髮狼的話呢 相對來說 它就比較不會刮壞 不會撞壞了 這是好處啦 嗯哼 這個 這是他們另外一隻 Congress的 京都夜碟 這是生焙 有比大嘴鳥重嗎 可能差不多吧 但是我覺得它比大嘴鳥 好用一點耶 我覺得大嘴鳥確實好用 但是技術含量比較高一點 然後 因為大嘴鳥我覺得沒有非常 也可以 兩手持乎也可以 但是我喜歡 用它 這把壺 用兩手持乎我覺得真的還蠻不錯的 然後造型也比較好看 對 好 這個幫我倒到裡面好不好 好 然後 看水夠不夠 應該是夠 我現在做點滴法給大家看 好我們今天用第三隻是 Congress的生焙 好 用這隻 一樣做20克 然後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雙手持乎的時候 做點滴法怎麼做 其實雙手持乎做點滴法 比一般的虎還好用 因為一般虎大家會覺得做點滴法蠻累的 但其實雙手持乎的情況下 可以減少這個壓力 好這是生焙的喔 中生焙的到底 然後其實雙手持乎點滴法的邏輯跟 剛剛的邏輯是 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差別就在於是說 我們剛開始給水的時候 點滴狀 因為這個 比較大的口徑的虎 它的點滴狀況其實是蠻好的 好一樣 我們這樣浮上去 然後一樣前後 然後右手 就慢慢往前推 推到水珠狀況的時候 就開始滴 好往前推還不到 再來 好輕輕右手控制好你的點滴 OK好 就這樣喔 OK好就這樣 可以看到 它的 點滴的狀況 因為它很柔軟 所以在點滴的時候呢 你的粉塵濕水狀況呢 也會像這樣 很舒服 好 右手控制就可以了 然後你也不會太多 太重 因為你的 重心是在你的左手 就這樣子給 OK 這個做點滴好適合喔 這做點滴很舒服喔 對啊 然後又比較不累 然後我們這樣滴兩分鐘齁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粉塵膨脹狀況真的是 美美的 嗯 很膨脹 那我們大概兩分鐘滴60CC 60到80CC都可以齁 然後要持續給 顆粒的狀況是蠻好的齁 然後膨脹的狀況 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整個粉塵都被撐開了 那待會我們就會有均裂的紋 OK 好我們現在1分15秒 是40CC左右 所以跟我們的目標差不多 好 持續給 那這個點滴法當然口感會比較厚實 會很厚 很有特色啦 一入口會很厚實 OK 好 還有20秒 好我們持續給齁 粉塵已經完全均裂紋出來了齁 然後吸水狀況也很好 好 還有15秒 相對來說這是比較不累的點滴法吧 因為它兩隻手持糊 好 好 差不多了 2分鐘了 剛好70CC 好休息一下 然後一樣呢 剛開始給水小小的中心點給 好 給下去 好 把空氣挖出來以後 小小在中心點 很漂亮的粉塵 好 緩緩的 那因為它的給水比較柔軟 所以你的粉塵結構上面呢 基本上不太會淹水 因為如果你一下子用太強 用急促的水 容易淹水 好 可以看得出來粉塵很乾燥 蠻漂亮的 蠻漂亮的 然後你就是 右手是控制角度嘛 所以基本上固定不動就可以了 左手輕輕的繞圈圈 它就可以維持這個給水的力道了齁 然後給到大概220左右 好 看得很療癒 220以後然後輕輕的往外繞 不要緊張慢慢的往外繞 然後把粉塵都吃到水 讓它也全部都吃到水 然後給大水 好 結束 這支沖得好漂亮喔 療癒吧 嗯 什麼種類的或是顆粒適合點滴法 點滴法其實就是比一般的手沖稍微再細一點點 然後呢其實各種豆子都適合做點滴法 然後會有不同的特性 甜燒餅 配甜燒餅 配甜燒餅 OK好 這一杯就是那個點滴法的結果 OK 我想要看這一杯 好 你喝喝看齁 好 你喝喝看齁 喔 非常有力道 很強勁 但是還蠻有趣的 也是蠻好喝的 還不錯 配合點滴法也不錯 結果我最喜歡這一支耶 喔 是齁 有特色 你要配你的肉桂捲了嗎 對 我配我的肉桂捲 這時候就想要來上一口 OK 我最後留一點 OK 好 今天的節目 內容到這邊囉 如果各位還想要留言的話 這給大家幾分鐘好不好 有人在咖啡館賣燒餅的嗎 我去台南那間咖啡館 他就是賣燒餅 哪一間啊 你還喝 真的有吃過啊 有有有 他特地選那個甜的燒餅 長的是不是 長的 然後是白色的那個 反正的燒餅 我知道我知道 然後配咖啡 OK 也不錯是不是 對啊 蠻有味道的 純液咖啡 在國花街 喔 純液咖啡 可能台南真的適合台南 嗯 台南就適合這種東西 OK 他沒有外國人也多 然後他外國人吃到 就會覺得好特別 喔 蠻好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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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肉桂捲還是不錯的 好 蠻好吃的 然後今天也跟大家介紹 肉桂捲囉 好不好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 記得那個 剛剛EOSA介紹幾家都蠻不錯的 好不好 然後有機會去咖啡館 可以試一下 發一個大壺的話 還是蠻推薦這一把的 可以上電 不是電磁爐 IH爐 IH爐 就是電磁爐 可以直接上電磁爐的 還蠻是 還是不錯的 歐拉歐拉歐拉 減肥不能吃 這壺很美啊 本來就很不錯 我覺得蠻適合 女孩子真的蠻適合 肢蓋也是不錯的 對 然後也是 也方便啦 也是蠻方便的 然後你有兩手食物的方式 真的覺得蠻推薦的 OK 這也很適合沖泡麵 因為它真的可以燒 放 你就放在上面燒 燒熱水啊 是不是 你就放在上面燒熱水 然後宵夜想要吃泡麵的時候 就可以燒了 水好了就這樣 很美的把它加下去 每次EOSA在說 很適合什麼的時候都在笑 為什麼 上次妳說我的電子燒 完成 可以發在身體裡 可以帶著走超大台 會笑死了 所以辦公室 辦公室 喝水 對 泡茶 也可以 就是開發它有多功能的用途 好 畢竟它大 算大湖 大湖 所以我可以裝到1.5公升 但是抓到1.5公升 真的是拿來裝水的 沒辦法拿來手沖太重 還可以拿來裝什麼 泡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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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錯耶 那妳這邊可以加妳的奶瓶的口 這樣 下次會有咖啡杯推薦期嗎 咖啡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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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餓了 咖啡杯我 就不擅長耶 有推薦的銅壺嗎 銅壺 原則上就三把 比較著名的就三把 哪三把 一個是 玉川堂不行的 太貴不推薦 喔玉川堂 推薦銅壺三把 一個是卡莉塔的900 賀嘴壺 一個就是卡莉塔的細口壺 就是神燈 神燈壺 好然後第三個就是馬納克 馬納克我覺得 就是那個啊 就是那個沒有把手那一把 加拿大那一把 喔有皮套的那個是不是 皮套那一把 就這三把 通戶就推薦這三把 一個就是Port900 它是賀嘴壺 然後第二個就是 神燈細口壺 然後第三個就是馬納克 那這三支呢 哪有在賣 馬納克我沒賣了 沒歐什麼 因為我之前團了兩團 團了 加起來快200支 哇 那我就想說應該大家都買到了吧 想買應該都買到了吧 想買應該都買到了吧 對不對 我應該不用再團了吧 所以我以後就別再團 如果大家想馬納克再跟我講 我想幫我那團個200支給大家 那一把5000多耶 單價這麼 5000多啊 所以比較貴一點點 那它機感應該不錯 滿好的 絕對不用說 超級好用的 超級好用的 是我的愛壺之一 改天帶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爽帥還是要有代價 對 Po的銅壺三把壺我都蠻喜歡的 這三把呢 如果你要細口徑的話 你就買神燈 如果你要買中口徑的話 你就買 呃 把納克是中口徑 那要克嘴壺呢 Po的900是比較大口徑的 嗯 三把我都喜歡 如果各位想要看我示範的話 我可以示範 我三把都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我反正明天下來 下一次做一個銅壺特輯 銅壺特輯喔 銅壺特輯 怕你們看得流口水 男生應該都會很愛 銅壺真的很棒 我的銅壺從來不保免 都是舊舊的 是喔 有那個手感 會有點那種 有點生鏽的感覺 我就喜歡那種感覺 OK 好啦 那我們今天直播差不多到這邊了 OK 好啦下次有厲害的東西再推薦給大家囉 好 手感好 很重要好不好 玩手沖 玩手沖當然手感好很重要 帥也很重要啊 對不對 如果你就 如果你買一個阿里布達爛壺 阿里布達的爛壺 你不覺得就 乾脆不要手沖好了 當然要好啊 尺寸比較重要 但是摩卡壺 不要亂說好不好 胡爛我 上次我說了 只有摩卡壺的尺寸最重要 所以手感也是他講的嗎 也是他說的 他在想什麼 OK喔 手感重要 不是不是不是 摩卡壺尺寸重要 然後手沖壺 手感很重要 OK 好啦好啦好啦 不要廢話了 好啦 祝大家連假愉快喔 連假愉快喔 連假回來我們就直播了喔 對連假好我們就直播了 OK OK 好啦就這樣囉各位 晚安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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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